先前的影片里面 跟大家介绍了 唐铁延伸到高铁站的计划 也说明过去曾有唐铁 从嘉义车站一路开到高铁嘉义站的周边 影片下面不少观众留言 希望这条路线可以复始 或者是另外拉一条捷运 连接嘉义市区及高铁嘉义站 不过你知道 其实现在就有一条捷运 存在在嘉义了吗 不过比起捷运 它反而更像是类捷运的存在 那也就是嘉义BRT 其实就跟后来的台中BRT一样 嘉义也是争取捷运建设失败之后 才该以BRT的形式来服务乘客 而这一切都必须把时间 往回推到1980年代 随着1987年的 台湾西部走廊高速铁路 可行性研究计划案开始进行 交通部运输研究所 也开始进行桃园、新竹、嘉义、台南 四个都会区的大众捷运系统可行性研究 并且在1990年 正式提出报告 可以说是这四个都会区的捷运路网十足 嘉义捷运规划进行的时空背景 是嘉义市才刚刚独立升格为省辖市 而嘉义县政府正准备搬迁到太保 还留在嘉义市区内办公 因此规划案并没有对太保的新县政府有太多的琢磨 主要仍然是放在嘉义市区及周边的交通连结 提出的几个方案里面 共通点都是要把台铁改为通勤化铁路 可以连结到相邻的明雄及水上 并且正设头桥、老藤、世贤、博爱、嘉雄路桥、刘厝等车站 反而是现在准备设置的北迴站 并没有出现在计划里面 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北迴站还是作为货运站在使用 至于新盖的捷运路线 所有方案都以嘉义交流道附近的麻鱼寮作为起点 沿着北港路进入嘉义市区 A岸跨越嘉雄路桥经由民族路 再转无缝南路到中浦乡的境内 终点在阿里山公路上的无缝庙一带 A1岸则是把民族路的路段改为垂阳路 而A2岸的部分则是在嘉义医院转中心路 经过嘉义车站之后 沿着中山路到喷水圆环转光滑路 接着再转无缝南北路抵达中浦乡 B岸开始就有两条捷运路线 T1线一样从北港路进入嘉义市区之后 沿着纵贯铁路到嘉义车站 接着一路走中山路到嘉义公园 而T2线则是从民雄乡边界的老藤开始 由中校路进入嘉义市区 接下来经过中山路跟无缝南北路 最后一样把终点设在中浦乡 B1岸则是把T1线往南挪到了民族路上 如果当时是选择B岸来新建的话 不知道在嘉义市政府前面的中山路 会不会出现跟台北捷运一样的麻花交汇呢 而C岸的T1线从北港路跨过嘉雄路桥后 沿着崔阳路到底再转启明路到嘉义公园 T2线以嘉义医院作为起点 由中山路经过嘉义车站之后 走中山路跟无缝南路到中浦乡 最后的C1岸把T2线的起点 挪到外环道的市线路上 沿着自由路跨越纵贯铁路之后 经过民泉路再转无缝南北路 终点也都是设置在中浦乡境内 最后在评估这几个方案的效益之后 认为A、A1跟A2岸有比较大的新建价值 经过中山路的A2岸可以带来最高的运量 但是因为路幅比较狭窄 可能会面临到拆迁的问题 而A1岸的垂阳路路幅最宽 不过却离市中心商业区比较远 可能会造成乘客的不便 然而报告里面也很残忍地指出 嘉义没有明显的运输廊带 而且产业过度集中在嘉义市内 跟周边乡镇的互动比较少 即便未来人口有可能持续增加 但是却完全不足以支撑起捷运所需的运量 所以认定如果发展状况没有太大变化的话 并没有倾建捷运的必要 反而该着重的是未来高铁通车之后 跟嘉义市区的大众运输是否完善 不过有注意到的话 会发现不管是哪一个方案 都没有路线到位在太保市区旁的高铁嘉义站啊 原本就是为了高铁兴建才进行的捷运路网规划 怎么会搞出这种无法跟高铁站连接的乌龙 其实这是因为当时高铁的选线跟今天大不相同 过去在台北铁路地下化系列影片里面 就有说到万版专案执行的时候 会让高铁使用南隧道的其中一个可能原因 就是高铁离开台北都会区的下一个车站 会设置在桃园巴德 高铁台南站可能设置在仁德交界的胡伟辽 也是基于这个选线方案才有的规划 同样的在嘉义的部分 最开始比较受到青睐的方案 也不是要设在今天车站所在地的太保 而是位在中普乡的境内 位置差不多是在今天国道3号中普交流道一带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面的所有路线方案里面 一定会有一条路线是沿着胡凤南路进到中普 再转台18线阿里山公路 但是到了1991年的时候 时任行政院长的郝伯村 就才是高铁路线重新规划 于是原本的中普方案遭到舍弃 高铁嘉义站也就改设置到太保 也就是新嘉义县政府所在地的周边 至于前一年出炉的嘉义都会区大众捷运系统可行性研究 当然也就跟着泡汤 不过其实配合高铁站未知的更动 当时的交通部高铁局 另外提出了高铁嘉义车站连外轻轨运输系统可行性研究 计划用轻轨的形式来兴建 除了连结嘉义市区跟高铁站之外 连同在太保的新嘉义县政府 也在这条轻轨的服务范围里面 设置的车站有嘉义县政府 高铁嘉义站 嘉义交流道 市贤路 有中路 台铁嘉义站 这六座 然而最后报告里面认为高铁通车的初期 往来高铁嘉义站跟嘉义市区的运量可能不高 所以也就跟先前的嘉义捷运一样 被判定短期之内并没有先前轻轨必要 并且建议应该要用成本比较低 施工速度比较快的公车捷运化系统来服务乘客 同时培养更多客员 以满足未来轻轨系统所需的运量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嘉义BRT的营运计划进入执行阶段 同时是台湾第一个使用BRT Bus Rapid Transit 也就是公车捷运系统的地方 只不过从2005年招标开始 竟然没有业者愿意投标 眼看高铁就要在2007年1月通车了 嘉义BRT仍然是指纹楼梯下 最后只好降低规格限制 终于在高铁通车前的两个月找到业者经营 为什么会接连流标呢 因为要让BRT系统达到接近捷运的服务水准 那无障碍设施就非常的重要 当时的台湾还没什么低底盘公车上路行驶 一辆动辄千万的售价 也几乎没有业者有能力负担 因此交通部只能跟嘉义客运协商 一开始先用车内有楼梯的传统公车来营运 后续再陆续更换成低底盘的公车 并且给予相关的补助 另外一方面 高铁大道 市贤路 自由路 垂扬路 规划设置专用道 来提升BRT的营运速度跟乘车品质 但是这些工程也来不及在高铁通车时完工 所以最开始的嘉义BRT 只能在路边的临时站牌上下课 跟一般的公车并没有太多实质的差别 要一直到2009年 专用道全部新建完成 车辆也全部更换成低底盘公车 嘉义BRT才算是正式成为公车捷运 或者是现在比较夯的说法可能是类捷运 嘉义BRT的路线有两条 分别是编号7211的全程车 跟编号7212的区间车 区间车只有在台铁嘉义站 跟高铁嘉义站之间行驶而已 而全程车则是往两端 延伸到嘉义公园跟蒲子 中间的重叠路段 在尖峰时可以达到每10分钟一班车的密度 而延伸段则是每20分钟一班车 也因为有全程车跟区间车的营运模式 四条专用道路段当中的垂阳路 就位在台铁嘉义站的东侧 只有每20分钟一班车的全程车行进而已 又落在嘉义市中心 而且路幅不像高铁大道 四行路、自由路一样 动辄50到90公尺 虽然实际宽度也有到44公尺 但是有比较宽敞的人行道 使得专用道从设置开始就饱受批评 认为造成其他车辆严重拥塞 虽然不久之后开放其他公车跟游览车行事 不过还是难以缓解反弹的声浪 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 专用道设置在最内侧的车道 但是垂阳路沿线的路口 几乎都还是允许左转 即便是在有月台设置的路口也不例外 这就造成车辆左转的时候 左边还有执行专用道的状况 而且大多数的路口并没有独立的左转车道 使得车辆等待左转的时候很难不卡到后方的执行车 于是在2014年嘉义市长选举里面 蓝绿双方的候选人都把废除垂阳路专用道当作政见 图形则当选过后 原本想效法上任第一天就拆除中校西路公车专用道的柯文哲 但还是决定改用iVoting的网络民调方式征求市民意见 没想到投票结果是过半反对废除垂阳路专用道 促使嘉义市政府调整政策 仍然保留中央的月台 但是磨除相关的专用标志 开放一般车辆行驶最内侧车道 营运BRT的嘉义客运对此也表达抗议 还特别发公告声明BRT的行驶速度可能受到影响 请旅客自行评估转乘高铁的时间 而垂阳路专用道废除之后 更奇怪的现象跟着发生 那就是无论原先专用道所在的内侧车道 或者是隔壁的车道都可以左转或直走 这个状况一直延续到2021年才有修改 变成有月台的路口 所以内侧车道只能直走 而要左转的车必须行驶在月台右边的车道 对外地人来说仍然是非常混乱 近几年嘉义BRT的运量 可能是受到疫情的影响一路下滑 全程车的班次也从20分钟一班 调降成离风30分钟一班 不过嘉义市还是非常积极向中央争取新建轻轨 又另外自行做了一份 嘉义地区轨道整体路网评估规划案 目前报告还没有正式结案 所以你觉得嘉义应该继续维持营运BRT就好 还是要放弃改新建轻轨呢 如果轻轨真的盖得起来 又会在哪一年通车呢 欢迎分享在留言区 也别忘记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并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让更多朋友知道原来高铁嘉义战最开始不是要设在太保 最后YouTube终于开通超级感谢的功能 欢迎大家小额支持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